最近余文乐在网络上更新了自己的近期的状态 一时之间引发了广大网友们的围观 据了解当时的余文乐是正在为自己的宝贝女儿庆祝她的生日 并且还配上了自己和老婆的照片 从照片中的背景上可以看出来 二人仍然在医院里 而她的妻子没有化妆 还穿着医院发的统一服装 微微地躺在床上 手上还捧着花 看样子应该是余文乐送的 虽然她的皮肤有一些暗黄 但是她的精神状态看起来非常不错 只见她微笑着看向镜头 脸上尽是喜悦 一头黑发自然披散 气质尤存 不得不承认的是 余文乐老婆的五官非常精致 尽管刚刚生产过后身体比较虚弱 但是五官精致的她仍然具有魅力 而余文乐则戴着一顶帽子 脸颊微微凑向自己的老婆 做出了一副要亲老婆的动作 从画面中还可以看到 她的嘴巴周围的胡须也没有剃 看起来有一些沧桑 胳膊上的纹身也非常清晰 她们夫妻二人已经结婚很多年了 如今已经儿女双全 非常幸福 而且从这张照片 也可以看出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 未来也希望她们一家人 能够永远幸福下去吧 也希望余文乐的妻子 能够早日恢复身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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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